妻子发现丈夫好像有外遇了 竟然是和她最好的闺蜜 得从三天前讲起 剧中张纳拉扮演的角色叫徐宰员 他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 早上金秘书送来的花篮 还有一张没有署名的明信片 明信片上写着 助宰员心的飞跃 洛款是一个教义的人 让金秘书把他扔掉 金秘书没多想 就把他扔在了公司门口的垃圾桶 宰员特意关上办公室的玻璃门 吃了些治疗头痛的药 准备下班时 一辆车突然变到挡在了前面 幸亏司机反应快 避免了一场事故 确认大家都没受伤后 宰员阻止司机下车理论 命令直接开车离开 突然秘书报告说公司出事了 原来是设计师小影发现 新产品的摄像头有问题 建议产品延迟上市 宰员当然不同意 毕竟这是公司首次推出的智能家电 广告和宣传已经投入大量资金 他们去度假了 作为设计师的小影 追求完美 他提醒宰员 别忘了自己也曾是设计师 宰员最终决定和销售经理 再次讨论摄像头问题 这意味着 不得不加班处理 顺便一提 小影刚出公司 就和外籍女友在街上拥抱 很多人都看到了 包括从楼上看下来的宰员 没多久 销售经理走进了办公室 讨论完接下来的事务 就离开了 金秘书也准备收工 办公室里 只剩下宰员一个人 突然一个猛面人 把柜子推倒 响声巨大 宰员吓了一跳 但他还没走出办公室 猛面人已经找地方藏起来了 宰员小心地查看 发生了什么 只听见电流的嘶嘶声 但什么异常也没找到 他走到了柜子旁边 这时 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 是早上丢失的花篮的照片 佩文是背信弃义者 不可饶恕 宰员感到了恐惧 他颤抖着 拨打了报警电话 电话刚接通 旁边房间突然传来一声响动 宰员战战兢兢地 看向那个房间 不由自主地 往后退了几步 他急忙跑回办公室 马上把门锁上 然后关掉所有灯 趁着蒙面人撞门的时候 又锁上了窗户 蒙面人撞不开门 最后消失在门口 宰员拿起办公室的电话 想求救 却发现电话没信号 他立刻转身操作电脑 打开公司的内部聊天软件 但是软件怎么也夹在不晚 这时 蒙面人已经绕到窗户旁 正好看到 电脑显示无网络连接 宰员不停地回头张望 他的腿已经开始不受控制 他费力地爬到了办公桌下 宰员想起自己的工具包 随手抓了把螺丝刀防身 这时候蒙面人开始失去耐心 他狂砸门户 敲击声一阵接一阵 宰员的恐惧感爆棚 他忍不住哭了出来 突然门被撞开 蒙面人先探头进来看了看 接着伸手去解锁 他手持锤子一步步逼近宰员 宰员只能紧握着螺丝刀 幸亏被巡逻的保安发现了 这才让宰员躲过了一截 不久警察赶到了现场 发现宰员已被跟踪了七年 之前主要通过短信和邮件骚扰 偶尔送礼物等方式 这次直接找到公司是头一遭 而且大楼的监控正好在维修 宰员对这一点很清楚 一会儿小颖也来到公司 宰员请她参加明天的设计会议 但小颖更关心蒙面人的面貌 或者有没有可疑之人 宰员回忆起警官的话 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看到这情况小颖安慰宰员 他会留在自己的岗位 随时可以叫他帮忙 说完小颖就走出去了 巧的是他看到产品上的摄像头还没关 第二天宰员脑海中 不停回放着昨晚的惊险情景 他记得蒙面人穿着印有骷髅头的衣服 当天下午宰员在检查产品 一个自称是保险业务员的人找上他 原来宰员的母亲生前 在这个业务员的公司买了保险 母亲去世后 保险金全被老徐领走 金额高达5亿韩元 这件事宰员之前并不知情 业务员还透露了一些信息 他们处理理赔时 有个细节漏掉了 宰员妈曾三次因喝农药 被紧急送往医院 每次陪同的都是老徐 这种情况一般不是自杀 就是有人故意让他喝的 但宰员不相信自己爸会害骂 他要求对方出示证据 来证明这个猜测 谈话快结束时 业务员问宰员 你爸是你的继父对吧 因为资料显示 宰员妈是88年和老徐在婚的 他这么一说 宰员心里就有了个结案 那天晚上 他丈夫许顺勇 看出他心事重重 就问他发生了什么 宰员把业务员的话重复了一遍 顺勇不信 岳父会是那种骗榜的人 第二天宰员来到了公司 心里忐忑不安 觉得每个同事都有点可疑 突然他想起 昨晚和小影聊的时候 摄像头没关 他立马开始找 翻遍了办公桌也没找到 正当这时 他注意到桌下一张纸条 宰员赶紧拿起来看 是一张停车寄存票 他立刻去停车场拿了车钥匙 很快就锁定了一辆白色轿车 他在后备箱的壳板里 找到了一件和蒙面人同样的衣服 结账完管理员后 宰员就在停车场守着这辆车 没多久 一个人走向了那辆白色轿车 正是小影 看着车子开出停车场 宰员立刻给小影打了电话 他问小影在忙啥 可小影说他在公司 在原决定尾随小影 他试着联系丈夫电话 却打不通 紫园到了健身会所 前台跟他说 顺勇三个月前就不在这工作了 经历过危机 之后 哪怕是小事 也能引发巨大的怀疑 开始不再信任对方 他回到家解锁了顺勇的手机 一开始没发现什么异常 都是些谢女儿的照片 正当紫园觉得自己小多了 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新消息 他刚看还没细看 顺勇就回了一条马商道 然后迅速删掉了消息 宰员以为自己看错了 突然想到老公有智能手表 立刻联系公司的技术部 让他们帮忙定位顺勇的手表 根据定位 他来到了一个居民区 虽然能锁定位置 但误差大概有30米 宰员决定在车里等着 就在这时 他闺蜜的电话打了进来 闺蜜听说他遇袭 关心地打电话来 还说宰员 现在是他唯一的好朋友 宰员听了这话 鼻子一酸 经历了这么多 现在只能信任这个闺蜜 宰员突然看到 丈夫打扮得很帅 似乎在等什么人 他立刻挂断了电话 不一会儿 一个女人走进了顺勇 正好是他的闺蜜 他们俩表现得格外亲密 看起来像是一对夫妻 宰员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愣住了 在下午的产品发布会上 宰员的脑海里 不停回放着 丈夫和闺蜜的场景 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下 偏偏这时碰上了小尹 他下得赶紧抓住栏杆 慢慢想要走开 但小尹立刻追了上来 追问是否有事瞒着他 宰员什么也没说 像逃跑一样转身离开 那天晚上 下起了大雨 宰员失魂落魄地 在街上走着 回忆起辛苦养大他的继父 还有自愿牺牲 帮助他的仗义 以及公司困难时期 曾一起成长的同事小尹 如今全都背叛了他 他心里感到难以言说的痛苦 最后跪在地上大声哭泣 刚稍微平复一些心情 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提醒他一个人在路上很危险 这意味着 有个蒙面人 在不远处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宰员立刻感到恐惧和无助 翻遍了通讯路 竟没有一个人可以求助 他不知所措 这时蒙面人出现在他身后 宰员吓得立刻跑起来 但还没跑出几步 一脚滑倒在地 蒙面人趁机抓住了他的脖子 双手开始用力 然后猛的一推 把宰员扔进了深不见底的河中 镜头切换 小银守在昏迷的宰员身边 很快的 丈夫顺勇也匆忙赶到医院 紧跟着是继父老徐 三人都表现得十分关心宰员 就在这时宰员苏醒了 他心里明白 小银继父和丈夫 其实都希望他死 所以他在心里暗下决心 渣男老公真是忙 妻子还躺在医院 没好利索 转头就和妻子的闺蜜打得火热 原来宰员醒来后 对丈夫顺勇产生了疑虑 再看到疑似出轨的证据 几乎到了完全不信任的地步 无论顺勇怎么追问 宰员都没有透露任何事情 下午通过秘书得知 案发地点相当偏僻 并且没有安装监控 宰员遭遇袭击时 一位50岁左右的锤吊者 只听到有人掉进水里的声音 但什么都没看清楚 为了避免负面新闻 公司宣称 这只是一次意外的失足 宰员决定今天就出院 明天恢复正常工作 那天晚上 闺蜜和老公一起喝酒庆祝 他看着别人幸福的家庭 感慨 如果他们能早点遇到就好了 也许孩子也会像那样打 就在这时 渣男发来了一条短信 他谎称是因为工作的事情 走了好远 还把他和闺蜜的亲密照发给了别人 与此同时 蒙面人正观看那晚的袭击录像 第二天早上 宰员准备去上班 他表现得非常抗拒 这时候丈夫的关心 反而让他感到危险 到公司之后 突然有人从后面抱住了宰员 一想到闺蜜的行径 就觉得恶心 索性找了个借口 把闺蜜打发走了 闺蜜刚走不久 金秘书马上递给他一个保温杯 继父一大早就送到了接待处 看着保温杯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回想起 保险业务员说他母亲是被毒死的 宰员几乎被这些事折磨疯了 他拿起保温杯 把里面的汤泉倒进了马桶 保温杯也扔进了垃圾桶 宰员受够了每天提心吊胆的日子 他决定先发制人 主动约见保险业务员 正巧在走廊上 碰到了正在等他的小影 小影想弄清楚 两人之间的误会 或者想听个解释 宰员说等他想清楚了 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 小影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镜头转换 宰员与业务员见面了 没想到被人偷拍了 宰员好奇为什么要翻旧账 他暗中调查了业务员 发现他原是重案组的刑警 因涉嫌收受贿赂 而被调查后辞职了 没多久就结案了 没发现任何嫌疑 业务员觉得这真是可笑 自己这么有能力 却对家里的事情一窍不通 宰员建议业务员继续深挖 妈妈的死绝不是无端的 他愿意出意外的高额奖金 作为回报 晚上回家时 宰员发现老公不在家 于是立刻让金秘书 查询闺蜜是否还在公司 没想到闺蜜还在努力工作 恰好这时候 顺永也回来了 几天没去健身 感觉有点累 听到这话后 宰员再也忍不住了 质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顺永解释清楚了误会 说他确实去了健身 他已经在三个月前 换了健身房 就在那栋住宅楼上 后来才知道 是高中同学开的 宰员又问那条短信 是怎么回事 突然他想起 老公有个双胞胎哥哥 把所有 事情都和他哥哥联系起来了 夫妻俩终于解开了误会 第二天 宰员在设计新产品 突然想起 小影是四年前 才回国加入公司的 秘书查到 那天在办公室被害的晚上 他和同事们在夜店 有好几个人可以证明 最近接连发生的事 让宰员头疼发作 但这次他没有服药 原来宰员小时候 被最信任的人背叛 他的妈妈曾想过亲生 从那以后 他就得了这笔 他不理解 生活终于幸福了 为什么还是自己受伤 第二天一大早 在园区上班 偶然看到 小影开的那辆车 马上叫安保来 确认一下 原来这车是设计组的 所有组员 都可以轮流开 听了这个解释 宰员觉得 可能真的误会小影了 电梯门一开 他们又碰面了 这次 宰员主动邀请小影 一起走 看起来不再害怕她 正妻和闺蜜正面冲突 小影知道被误解后 挺生气的 他主动拿出手机 来证明清白 那天晚上 他和女友在夜店 宰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赶紧道歉 为了补偿 他答应和小影去工作室 感情的事就不提了 明显能感觉到 小影对宰员有意思 第二天早上 宰员看着丈夫 带女儿去幼儿园 他刚出门就遇到继父 老头子专程来给女儿送小菜 宰员小时候头疼 都是继父陪他去医院 现在虽然怀疑 继父有问题 但对他的养育之恩 还是放不下 叮嘱他下次来之前 先打个电话 要不然 家里没人接怎么办 老头子安慰他 没事 担心提前告知 会打扰到工作 想着放下菜就走 妇女间的关系 似乎缓和了一些 在另一边 业务员动用关系 查了小影的出入境记录 然后立刻把结果告诉宰员 原来小影不是四年前才回的伯 七年前就已经有入境记录了 就是说和跟踪狂出现的时间对手了 其实宰员记得很清楚 第一次见到小影的时候 这个人亲口说过 自从八岁被领养到国外后 这是他首次回顾 他弄不明白 对方到底有什么隐瞒 这时候保姆打来了电话 说家里出了点事 需要他提早下班 看来得自己去接孩子了 但是宰员怎么也联系不上他老公 另一边 有个人长得和老公 很像正盯着保姆 他离开后 故意装扮成顺语 偷偷溜进了紫园的家 熟门熟路地走向书房 选好时机 把一个信封扔进抽屉 与此同时 宰员到幼儿园一问才知道 原来女儿今天根本没来 明明早上 看到老公带孩子出门了 他回家找遍了每一个角落 但是什么人都没有见到 去了孩子长去的公园 也没有找到 期间他多次打电话给老公 但始终无人接听 别无选择 他向社区的工作人员询问 他们有没有看到 他的丈夫和女儿 工作人员说 中午的时候 看到顺勇带着女儿 还有一位女士一起吃饭 听到这消息 宰员情绪崩溃 他立刻让秘书查看 闺蜜是否在公司 结果闺蜜果然不在 紫园急忙去了闺蜜的家 疯狂地按着门铃 同时大喊女儿的名字 但始终没有人应门 一直到深夜 宰员筋疲力尽地回到家 他无视丈夫的存在 直奔二楼 发现女儿已经在房间里睡着 这才稍感安心 随后质问丈夫 今天去了哪里 宰员一听 这话彻底爆发了 他搞不清楚 丈夫是真不知道 还是在装糊 根本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那么生气 最后失望地离开了家 开车没开多久 宰员接到了同学的电话 同学说 再怎么忙也得来 参加一下校园会 可他却没收到通知 一听说 闺蜜也会来 宰员立刻驱车前往派对 故意坐在了闺蜜旁边 回想起读书时候 闺蜜家境优越 学习成绩也特别好 提起他的名字 可谓是家喻户晓 现在宰员做得最好 心里有气的宰员 让闺蜜聊聊他和男友分手的事 闺蜜的脸色明显一变 转头望向他 勉强挤出前男友的名字 表示那男的不是演员 而是个模特 狠狠地瞪了宰员几秒 觉得他肯定喝多了 这时候导师走了进来 他们之间的恩怨 暂时告一段落 第二天 宰员迷迷糊糊地醒来 丈夫给他留了个口信 说公司的文件已经送来 放在书房桌上了 但宰员在桌上没看到文件 反倒是在抽屉里 翻出了一个信封 信封里装的是房产证明 母亲过世那年 继父以4亿4千万韩元 买了栋别墅 这和业务员说的吻合 别墅的租赁名单上 清晰地写着闺蜜的名字 宰员立刻开车到了别墅地址 郑巧看到丈夫 带着女儿进了闺蜜家 他竟然有两个家 老公长得和别人一模一样 原来宰员开车回到市里 在躲避路上的大货车时 突然发现刹车坏了 他一下子慌了神 问题接连不断 郑巧赶上前面的道路施工 宰员只能硬着头皮 躲避前面的车 结果不得不从雪糕桶上撵过去 就在这时 小颖开车追上了宰员 他想加速超前 试图用自己的车 破停宰员的车 但对面车道有车开过 小颖只好放弃这个计划 前面就是汗江了 小颖急忙向右打方向 沿着小路全速前进 这时候 宰员已经绝望地尖叫起来 小颖抓住机会 猛加油门 两人差点 就被撞进河里 信号车子停了下来 这车撞成这样 连个气囊都没弹出来 幸亏两人只是轻微受伤 小颖发现 刹车片有问题 行车记录仪也没开 于是他问 今天有没有碰到什么人 宰员突然想起 业务员的话 提到小颖七年前的事 好奇他怎么知道 自己在乡下找谁 小颖没回答 说等弄清楚了再说 情感戏就不多说了 宰员明确地告诉小颖 他现在还不能信任他 一回到屋宰员 就瘫在角落 他真的被吓坏了 不知道如何度过 接下来的日子 小颖马不停蹄地 赶到盛逵家 刚到门口 就看到一群人围在那 有人从楼上掉下来了 他马上打电话给盛逵 伤者的手机亮了起来 意味着有人抢在他前面一步 第二天 宰员检查了家的监控 发现丈夫一切正常 就在那时 收到一个陌生号码 发来的照片 文字附着 还记得七年前那一天吗 另一方面 盛逵险些没命 医生把他的东西 交给小颖保管 这时接到一个电话 小颖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了电话 电话那头 是宰员老公的声音 对方察觉到 电话中无人回忆 意识到了什么不对劲 那天晚上 宰员又没吃药 埋头苦干在工作室 他试图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但越是这样 病争越严重 加上最近发生的 诸多离奇事件 宰员变得越来越烦躁 第二天的新产品发布会 人们等不到宰员出现 秘书焦急地 到处打电话寻人 但一切都是徒劳 这时宰员迟迟才到 上台前 小颖发现 宰员有点不对劲 他看上去很慌张 还大口喘气 焦急地来回走动 双手还停不下来的抖 会后 宰员不明白 为什么被拦下 今天这个场合 对他太重要了 但小颖更关心 他是否吃了药 这话 让宰员吓得后退了几步 心里嘀咕他 怎么会知道呢 镜头切换 宰员醒了过来 他的好友恩静 就在旁边守着 还在嘱咐 他要按时吃药 原来宰员有严重的躁欲症 第二天要出门前 宰员特意嘱咐老公别带女儿出门 然后准备去上班 正好碰到了邻居 邻居说 有次打招呼 何顺勇感觉完全变了个人 他开的车 跟车库里的不一样 一开始 子源没太明白 到了公司 他开始查监控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老婆 进办公室的 居然是他老公顺务 那监控里和女儿玩的是谁呢 宰员突然想到了什么 拼命往家的方向跑 路上联系了放假的保姆 让他马上回家看看女儿 不久 夫妻俩都回到家了 保姆说 孩子在自己房间睡觉 志源赶紧跑上楼 确认女儿 确实在床上睡着了 这才稍微放松了一点 但没时间多想 他又回到客厅 发现隐藏的摄像头还在 转头问保姆进屋时 有没见其他人 保姆说没见过别人 志源心里更加疑惑了 那视频里的男人 究竟是谁 保姆走后 顺勇忍不住问妻子 到底怎么了 顺勇实在忍不了了 明明是妻子 叫他去公司的 为什么还这么生气 直到这一刻 夫妻俩突然意识到 事情可能并不简单 志源强迫自己 保持冷静 他决定去找找顺勇 还有失踪已久的哥哥志勇 一听到这个名字 顺勇显得特别激动 志源赶紧解释说 毕竟志勇也是他们的家人 镜头转换 志源请求业务员 帮忙查找到了 志勇的最后住址 他决定亲自去看看 与此同时 同事恢复了 盛魁的通话记录 发现了一个 最近常联系的号码 这号码的主人 看起来很像顺勇 但备注写的是志勇 小颖的闺蜜 承认他现在的男友 是顺勇的哥哥 这样一来 嫌疑最大的就是他了 与此同时 闺蜜在餐厅画画 服务员夸他 画得真好 还问他画的是谁 闺蜜没多想 就回答说是自己的女儿 但那明明是志勇的女儿 志勇按照地址 来到了志勇的家 很明显 这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突然一位邻居走过来打招 他立刻询问邻居 是否认识一个叫志勇的人 邻居回忆起来 多年前男人身体不好 去了一家大医院 还提供了那家医院的地址 正当志勇打算前往那里时 突然接到女儿的电话 他急忙返回家中 丈夫告诉他孩子已经去过医院了 医生说没事 但他感觉父母的态度有些不同 那晚圣奎的女友 也就是秘书把坠落事件告诉了志勇 志勇马上约了小颖见面 问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 小颖最终承认了 白圣奎就是那天闯入公司的那个人 他离开公司后 第一个联系的人是许志勇 听到这消息 志勇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一家咖啡店 最近的种种经历在脑海中不停回放 直到服务员叫他 他这才回神 接过咖啡的那一刻 志勇的躁郁症突然发作 脑海里响起刺耳的声音 怎么都驱散不去 过了好一会儿 他捡起一块玻璃碎片 慢慢地捏紧了拳头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转移注意力 还记得读书时 志勇上精神病学课的那天 正好被一个同学撞见 那时他在学校卫生间伤害自己 偶然听到那位同学和别人谈论这件事 结果病情变得更加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 志勇遇到了他的闺蜜 两人熟悉后闺蜜提起裙子 露出了腿上的疤痕 说每次没的第一 就会被父亲惩罚 两个有着相似遭遇的女孩 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成为了好闺蜜 第二天 老白去了那家治疗志勇的医院 发现这人后来主动去了疗养院 不知道有人正在监视他 同 石志勇在家里各个角落都装了摄像头 他找到了闺蜜 直接问他最近交往的人是谁 闺蜜没有直说 只说如果见到男友会怎样怎样 这会让大家大吃一惊的 下午小颖来到了顺永的办公室 偶然间看到了桌上的他和盛奎的合影 顺永解释说是他引见盛奎来到这家公司的 小颖没有隐瞒任何事 告诉他盛奎从阳台坠楼了 原来那天盛奎约了顺永见面 想讨论关于志勇的事情 但盛奎一直没有回信息 顺永于是打来的电话过去 正好是小颖接的电话 小颖感觉那天他 特别想确认谁接的电话 与此同时 秘书报告说 警方和修车店都确认了 车祸是因为刹车片老化 并没有发现任何破坏痕迹 难道所有这些真的只是巧合 大女主开始正面对抗他的闺蜜 因为他掌握了关键证据 从安装监控之后 他的丈夫顺永开始刻意避开他 他们虽然有个可爱的女儿 载员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了 第二天一大早 经秘书询问小颖案件调查的进展 他坚信自己的男友是被迫的 原来不久前盛魁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显得很慌张的跑出去接了电话 秘书感到是有蹊跷也跟了出去 尽管距离很远 他似乎听到有人在威胁盛魁 同时 载员仍在分析那段奇怪的监控视频 突然他注意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细节 迅速用双指放大查看 确认了自己的猜想 这时业务员打来了电话 告诉他找到了许志勇 他立刻赶往停车场 结果忘了带车钥匙 正准备回去拿 被小野拦下了 很快 他们到了一个偏僻的疗养院 载员迅速走了进去 向护士询问志勇的情况 却听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走出疗养院 小颖说 他什么都不会问 然后他们马上回到市区 路上载员提醒小颖 别把盛魁攻击自己的事告诉秘书 因为他已经明白了 即使是亲密的夫妻 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对方 如果秘书知道了他男友的行径 他肯定无法接受 第二天一大早 载员吃了只头疼的药 开始计划如何报复丈夫和闺蜜 下午早早地把孩子接回家 然后让佣人带孩子去外公家 转身抱起一盆洁白的无尽话 按了闺蜜家的门铃 然后不等反应就冲进屋里 进门看到的是兔子形状的椅子 他没有大声吵闹 晚上还请闺蜜一家吃饭 原来闺蜜的父亲从小就资助载员 甚至比对自己女儿还要好 闺蜜自然心里有数 不久载员接了个电话 还有人要来 那人竟是他老公顺应 闺蜜看到他都惊呆了 其实这都是载员的安排 他发现监控视频中 女儿的衣服上多了蝴蝶结 意识到视频被篡改了 加上老公说三十年没见过哥哥 但护士说志勇去年就去世了 桑里是他弟弟办的 所以根本没什么双胞胎兄弟 闺蜜真的和那渣男老公好上了 他们还故意装作很久没见的样子 载员看了直觉得恶心 故意的 说完紫园补充说闺蜜还有别的朋友 刚才说错了 然后闺蜜气得直瞪顺勇 顺勇害怕地避开了他的目光 这时三人的心态都微妙地变了 回到家后 闺蜜气得摔碎了花盆 载员也挑衅丈夫 跨年前 妻子警告丈夫赶紧和闺蜜断绝关系 他的回答出乎意料 载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过错方还这么理直气壮 顺勇干脆明说他和闺蜜云珍已经好上了 他还用载员养父的名义租了房子 甚至已经一起生活了 大概三个多月 百元直到今天才看清丈夫的真面目 没想到顺勇竟然提出离婚 他希望越快越好 志员不明白自己这么努力工作 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 顺勇觉得这很可笑 说那些工作全是为了自己 不顾父母和女儿 牺牲了家人才得到现在的病 事员警告顺勇 绝不会让他带走女儿 但顺勇提醒他为了女儿最好不要上法庭 载员其实想知道真正的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对他 他有所有的隐瞒 顺勇差点就说出来了 明明话都到嘴边了 结果还是咽了回去 换了一个不那么真实的理由 这样的理由 载员当然不能接受 气得把杯子摔得粉碎 碎片甚至划伤了顺勇的脸 顺勇不懈地瞥了载员一眼 然后就离家出走了 他们的争吵暂时告一段落 第二天一大早 载员发呆地看着衣柜里的农药 脑海中不停回放着童年的记忆 想起妈妈不明原因自杀的场景 那给小小的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虽然载员不愿意原谅顺勇 但她毕竟是孩子的爸爸 对女儿而言 她还是不可替代的好爸爸 所以还是想保住这段婚姻 另一方面顺勇打算正式提出离婚 其实她早就做好了准备 她的律师朋友都不理解 有这么好的妻子 为什么还要离婚呢 顺勇坦白说 在这二十年的婚姻中 外人总是叫她载员的男友 载员的老公 她已经受够了 但离婚她只要求一样东西 她去拜访了岳父 带去了很多补品 关心老人家吃得好不好 穿得暖不暖 但她没提离婚的事 看看载员 她还是按时来到了公司 直到下午才抽空去见律师 律师明确告诉她 财产方面不必担心 因为按照南朝鲜的法律 即便是过错方 如果平时照顾孩子较多 和孩子关系更亲密 如果能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 依然有机会获得抚养权 载员现在需要尽可能多地收集证据 证明是丈夫破坏了婚姻 也得了解一下经济情况 从多个方面进行搜集 证实老公不适合抚养孩子 载员突然发现了顺永的笔记本电脑 正当他打算查看时 邮箱收到一封匿名邮件 载员紧张地点开邮件 邮件里竟是顺永和允真的亲密照片 与此同时 顺永回到了允真的家 立刻注意到了一个兔子的影子 原来是允真的故意买来的 还关心顺永的脸怎么了 感动的顺永靠在了他的肩上 说一切都结束了 但当允真的问道 未来他们三个能否一起生活 顺永没有回答 请不吝点赞订阅